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们是开荒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可以选一个这个好多职业 我来看一下好吧 预言家 武士 囚犯 这个囚犯还挺帅的 带一个铁头盔 囚犯是不是可以用法术啊 我看他拿着法杖 还拿着剑 然后密屎 然后一平如洗 这个应该就是黑魂里面的那个 一无碎有者 因为我们是开荒 所以说我们就选一个开荒标 要有强力的一个职业吧 那我们直接选一个流浪骑士吧 选择体型 选择A吧 A应该是男性吧 可以的 然后名字 就随便输一个 这有强壮还有千系两个体型 我们选一个强壮 然后年龄段我们可以选一个壮年 然后出身这个还可以再换吗 可以的 哇 这个勇者也挺好看的 也挺帅的好吧 但主要这个流浪骑士 它有这个百分之百的盾 我们还是用这个吧 然后遗物的话 我们选这个 实践钥匙 因为之前听这个钥匙还是挺有用的 在前期 然后这个其他的有啥用啊 这个是可以提升血量上限的 好 这个卢温 卢温应该是就是跟金币一样 还有黄金种子 是可以用来强化我们的圣杯瓶的 这什么 小恶魔的骨灰 龟裂狐 还有主熟的虾子 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提升物理减伤率的 好 那我们就选这个吧 好吧 这个看起来好一点 再捏一下脸好吧 卧槽 这怎么有这么多这个长相啊 我天 水手长相 我们找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好吧 西人长相 这个不错呀 我们搞个西人长 来个西人长相 然后再来做一下这个外貌细节 年龄段的话就选壮年吧 然后声音呢 他这个声音也听不了啊 随便选一个吧 肤色其实感觉没有必要变吧 这个肤色就是这个 默认的这个颜色就挺好看的 这个其他颜色也很怪 然后头发的呢 看一下 搞个发型吧 卧槽这么多发型吗 可以的 这个发型还是很帅的好吧 我来找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 哇 这发型一个比一个可爱 我的天哪 这也太可爱了吧 我这一看就是小萝莉啊 有没有比较适合男性的发型 前面的几个比较适合男性 后面都是适合女性的 哇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挺好看的 没有想选这个吧 这个吧 这个我真喜欢的 再选一个发色 发色选哪个呢 选个银色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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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个银色就选一个差不多就挺好看的 然后发色光泽 可以的 把这个光泽搞一下 发根的漆黑度 这有啥用啊 还可以搞点白发 这个其实没必要 因为本来就是这个银发 眉毛 眉毛的话 虽然选个眉毛吧 还可以选眉色 眉色就这个吧 这个挺好看的 胡子呢 可以选一下胡子 哇 看一下我们的脸 你这样帅气的脸 这也太帅了吧 这个吧 这个胡子挺帅的 看这个吧 我自己的光泽 胡渣可以多一点好吧 浓密一点 睫毛呢 搞个睫毛好吧 搞个长脸的睫毛 再搞一个颜色 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粉色睫毛 再看一下眼睛好吧 我可以选一下我们这个瞳孔的颜色 嗯 其实绿色就挺好看的 说实话 就这种绿色 很帅好吧 啊 这个是可以选这个 眼球的这个颜色 眼球的话 就选一个这种深一点的这种红色吧 红膜位置 卧槽 这直接变成斗鸡眼了 嗯 我的这个感觉像一个睿智啊 就这样子 这样挺帅的 还有什么东西看看 啊 这个是可以选这个这个眼睛的颜色 其实可以选两个眼睛颜色不一样 这样看起来 比较像一个异眼 这个眼睛的话选一个 选一个深一点的吧 选一个蓝色吧 蓝色好像比较帅 OK 皮肤光子 眼窝 这都没必要好吧 这都没有必要 我们来化一下妆吧 这眼线什么都没有必要 还有眼影 眼影也没有必要 我觉得 眼影太深了不好看 喜欢红色的眼影吗 好眼影下了 嗯 这个的话 也选一个红色的 我他我像是这个妖人 我天 腮红腮红没必要 还是口红可以选一下 搞口红 再选一个红一点的嘴唇 樱桃小嘴 给他画下妆好吧 这个画过了 还有刺青 我来选一个刺青吧 他这些刺青 其实没有必要选这些 特别复杂的这些刺青 就选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刺青 就挺好看的 就这个吧 这个挺帅的 这个 刺青的颜色 这个就没必要选了 这个 这个是可以调这个刺青的位置 是吧 哦 我来调这个刺青的位置 这是左右的位置是吧 可以 还有眼罩 眼罩没有必要吧 我们就这样吧 露出我们美丽的眼睛 这张脸真的太帅了 这张脸真的太帅了 这张脸可太帅了 但是这个头发我想换个颜色 我突然感觉这个颜色不好看 他这个头发为什么跟胡子是一个颜色 我们换一个这种粉色吧 要不换个粉色吧 然后把这个胡子换成这种白色的胡子 再换一个白胡子 再换一个白胡子 换一个银色的胡子 太帅了 OK 还有什么 还有身体细节 头部 我操 这也太怪了吧 算了吧 不要这样 胸部 好丑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腹部 其实可以降低一下 这样可能会帅一点 把腹部很小的降一点 剩下的好像就没有必要搞了 体毛多一点 肌肉发达 还有普通 肌肉发达的 OK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就不浪费时间 Let's go 他这个刚开始应该有一个过场动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he fallen leaves Tell a story 嗯 The great elden ring was shattered In our home across the fog the lands between the queen Queen Marica the eternal is nowhere to be found And in the night of the black knives Godwin the golden was first to perish Soon Soon Marica's offspring Demigods all claimed the shards of the elden ring The mad taint oftheir newfound strength triggered the shattering A war from which no lord arose A war from which no lord arose A war leading to abandonment by the greater will A war leading to abandonment by the greater will Rise now Rise now Ye tarnished Ye dead who yet live The call of long lost grace Speaks to us all Horralu Horralu Chieftain of the Badlands Qhorealoo The ever brilliant gold mask Horralu Fear the death bed companion Fear the death bed companion The loathsome dawn eternum 宣布 等死、死、死、脸、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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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7 0 等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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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down 相辖 8 解完 h 还有 褪色 我们就是褪色者 这个应该就是我 看我这个粉红的头发 还有这个樱桃小嘴 就很帅好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快点让我开始吧 我要传火 我就是埃尔登之王 没错就是我 我们获得这个法环之姿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应该怎么用啊 可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操作吧 左键 轻击 右键 举盾 有没有盾法 诶 可以盾法 真没想到 他这个应该是个中型盾吧 为什么可以盾法 我们看一下 离谱 这应该是个中型盾吧 中盾啊 物防百分百 完美 我们还有一个鸡 什么问题来了 怎么双持呢 诶 怎么双持啊兄们 谁知道怎么双持啊 然后点这个E 这个E加左键是这个双持这个右手的这个武器 然后E加右键是双持这个左手的武器 哦 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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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个褪色者的老指 可以的 我们直接开始吧 这一座它是可以跳跃的 这一座 它是比之前那个黑魂多的跳跃 然后其他的都还一样 来吧 这三座 这个画质真的不错耶 兄弟们 不得不说 这个二灯法黄的画质真的不错 哇 我能跳下去吗 跳下去必死 好漂亮啊 这地方 它满天都是这种黄金的地方 黄金树叶 哇 哇 这也太美了吧 真美啊 这个黄金树 可以的 来吧 如果不出预料的话 前面应该是有个boss 果然 皆知 皆知 卧槽 不是 这就没了 这也太快了吧 这个 这个不会是剧情杀吧 我上来就没了 卧槽 我要翻滚一下就没了 这个应该是剧情杀吧 果然 不过我们这身衣服还挺帅的 这个披风挺有感觉的 我挺喜欢这个披风的 小马保利 这个马头上为什么长了个脚啊 是小牛马吗 好一只牛马 这个应该就是新版的防火女 这个应该就是新版的防火女 我们的新老婆 可以的 我们应该是复活了吧 我们应该是复活了吧 他每一代的防火女孩都挺好看的 不管是黑魂的防火女孩 这个 这个 艾尔登法环的 都挺好看的 他这个艾尔登法环应该不叫防火女吧 应该叫什么来着 指头女巫 还是应该叫什么 这个剧情是真够长的呀 OK OK 我们获得这个红路低射杯瓶 还有这个 蓝路低 这个就是黑魂的元素瓶 下方有求学洞窟 可以的 褪色者跳下去吧 他我们跳下去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好人啊 兄弟们 那我们要不要跳下去呢 我跳下去试试好吧 果然能跳下去 我看啊 这个 它ники用这些 我想你要念 可是 或者 我看 事故很生气 如果 对 那 你 你在 分配下这个使用次数 因为我们现在 好像要这个蓝屏也没什么用吧 我们就全要这个红屏吧 全要用加血的 OK Let's go 找小怪 小怪 小怪 好弱呀他们 防御 好的好的 防御 So easy 闪避 这我都知道好吧 我都不是要看这些套座了我都知道 上版社有个人在一直射我们 材料道具 他这个爱尔登法环是新增的这个材料道具 也是挺不错的 也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 切换武器 哦 来吧 这有个怪 来吧 我们开始 旋转跳跃 打我呀大哥 为什么不打我 为什么不打我 怎么破盾呀 怎么破盾呀 他这个破盾怎么跟黑魂破盾不一样啊 这个怪也不打我呢 OK OK So easy 他这个跳跃攻击好像挺好用的 我们来试一下 挺有意思的 这个东西 战技 我们可以试下战技 诶我 来试下战技 好吧 没有打到 OK 这个是战技吗 这好像不是战技 这个是蓄力攻击 战技应该是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武器给双持了之后 诶 诶 哦 这个是战技 这个是战技 哦 我怎么弄回来 他干嘛呢 二刀一个 这个两刀一个 菜了不能再菜了 这边好像过不去 失去平衡 敌人会因为我方的攻击而失去平衡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使用致命一击了 蓄力攻击跟这个跳跃攻击会 会比较容易让敌人失去平衡 懂了 他好肉啊他 我天哪 怎么这么肉啊 玛丽卡弃石 这个是死亡之后会在最后停留的赐福复活 哦就是可以复活的一个地方 哇这边好像是有第一个boss啊兄弟们 炸个雾门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boss 防御反击 防住敌人的攻击能让他 能使出这个防御反击 可以的来吧 我能被刺吗 卧槽不会吧 就这 啊 这就死了不会吧 这也太菜了吧 我们又回到这个最初的地方 我的这个用力握拳这个动作 我们就直接开这个门吧 去借这个后面的剧情 其实前期还是比较 推荐大家选一些这种强力的这种职业 你可以选一个这个流浪骑士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你最起码有一个这个百分之百物理的盾 是比较容易保险的 不容易死的 这还有一个刺服 可以的 我们做一下这个刺服 然后恢复一下状态 我们现在状态好像本来就是满的 还有个东西 或者一个断指刀 还有这个褪色者的勾指 是吧 在这边好像是可以放这个钥匙 果然 可以使用这个实践钥匙 然后 通过这个实践钥匙去打开这个雾门 在这个雾门这边好像是可以获得这个宠哀戒指的 既然看攻略的时候 别人都是 在这边可以拿宠哀戒指 我们也拿一下好吧 全是毒 快走快跑 我要被堵死了 卧槽这什么东西 还有个东西 我们填一下 好恐怖啊 这地方 这东西碰我们一下 我们应该就死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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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伤害还是有点低啊 这个伤害 说实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低 别跑 他不会下来 他不会下来吧 他不会下来吧 他没有下来 快走快跑快跑快跑 趁他没有下来我们先跑好吧 你看 他叫他 不要 看 我要 帮我 看 看 看 这边还有一只 来呀 卧槽好难打 可以的 然后前面好像是有一个会喷火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比较难搞 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射他的东西 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能射他的 这个行吗这个 兽谷毒飞刀能不能射他 我们试验一下吧 真的能用吗这个东西 哦 开喷了开喷了开喷了 哇 这都能碰到我们 不会吧 我离那么远都能碰到我 好离谱 啊 这为什么能碰到我 这怎么打啊 这怎么过去啊 这怎么过去啊 哇 这也被烧死了 太烦了 对这个机关 敲一下就没了 但我们现在也没血了怎么办 我们现在也没血了呀 哇 这还有一只关 这不会有埋伏吧 果然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有埋伏 还有吗 还有埋伏吗 哇 这个大剑的伤害这么高吗 我又回来了 小土坡 这个无敌时间呢 我猜 OK 终于把这两个B杀了 这边有这个雷油脂啊 雷油脂啊 雷油脂应该是可以附魔的一个东西吧 可以的 看还有什么东西 这边有没有什么隐藏墙壁 并没有 然后那个 宠爱戒指应该就在前面吧 应该是在前面 应该是在前面 我直接把这个戒指一拿好吧 哦 黄金树的N4 好像这两个怪好像 哇 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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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好吧 没关系 我们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我们达到这个 宠爱戒指了 这个下面有两只蜘蛛啊 这个蜘蛛还是不太好打的 说实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好吧 这个应该是一个护符吧 这个 叫黄金树的恩惠 是可以提高这个血量精力 还有这个装备的上限 哇 这个一次性就加了15点血量 好吧 主要这个装备上限 然后加了很多 而且还加了很多的精力啊 不错 装备一下 这个前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 强力的一个装备 来 咱俩 这个魂好像就没必要减了吧 反正就只有几百魂 诶 等一下 这个下面好像有东西啊 就你们看到没有 怎么还有东西啊 等会等会等 我们下去瞅一下 有额外的一层 看到没有 这有额外的一层 诶 不是这里 哇看错了看错了 我看错了 我看错了 OK Let's go 哎 直接开门吧 开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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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做一下这个篝火 恢复一下状态 虽然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可能恢复的 地图 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啊 有什么意义 记号聚集处 可以的 他获得一个金色小雕像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啥用啊 我们看一下 金色小雕像 这个是 能将这个邪力记号送到这个记号的聚集处 这个就可以给别人一个标记 然后别人过来召唤你 哇这个前面应该就是我们第一个boss吧 应该就是 我能打过他吗 我感觉我应该打不过他 试试吧 试试吧试试吧 不一定 好吧 不一定 说不定能打过我 好难受啊 我视角好难受啊 好 喔 打的好刮杀呀没什么伤害 这个地方不太好换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太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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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我 我 天哪好 一伙的伤害 这帮我死也太大了吧 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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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好危险 你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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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完之后加了多少魂 好像也没加多少魂吧 哇 这个boss真的打了好久 我的天哪 好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继续探索这个后面的剧情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